幫我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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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站到前面去 各位長官好 各位鄉親部長好 今天我來到這邊 有幾點要說明一下 下一張 今天是說這個座談會 我看了一下我們的簡報 也講到移植 那我想知道整體移植的布局是什麼 就是說 哪些樹木要移植到哪裡 否則的話 我們就搞不清楚是 什麼一個狀態 然後最終 直回園區的計畫是什麼 那些樹 我們這邊已經 幾乎是五十年的了 因為廣池在最早是 救濟院 是市立救濟院 後來才改成廣池博愛院 原來是救濟一般的民眾 後來變成 博愛院 不是 真的是平民 所以 加起來的話 應該是有五十年了 因為一棵樹 在園區裡面 不可能是用種子過種下去的 一定是有相當高度的 所以對我來說 裡面的樹 每一棵都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這是我一直 每次有機會 我就希望他們 好好的看一下 我們到底哪一些是老樹 但是很遺憾的 就是文化局啊 跟這個開發單位的 都發局 他們都沒有認真的去回復我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就十幾棵老樹 對我來說 每一棵都是五十年的老樹了 那 所以我想知道 他們移回園樹區的計劃 是要放到哪些地方啊 因為我們每一棵樹 我們原來有七百六十八棵樹 每一棵樹 都有它的 它的樹高 樹近 是名稱 都有的 都有號碼的 那 然後 我想知道呢 我們有很多樹 都是移植到北區 這個綠地來 那我想知道 每個樹之間的 他們的樹屑距離 跟大小是怎麼樣 因為呢 那個北區 除了行道樹 就已經很滿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巷子 那個樹真是成韻的 成韻的 所以我不知道中間怎麼樣去種樹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原來 其實那邊也是 就是有一個青山公園 大家都記憶 遊戲 那樹也是非常的茂密 但是現在 拆了以後 就變成現在的樣子 那我想知道 這麼多的樹 全部都集中到這邊 那有可能 塞得進去嗎 所以我想知道 那他們的布局 他們的樹屑距離 大小是怎麼樣 你怎麼把 全部都擠在一個小地方 那不死也得死了吧 那還有我想知道 合約規定的樹木 存活率是多少 有什麼補償方式 是不是可以讓這些廠商 會更 對這些樹木更有散一點 更慈悲一點 好 下一章 我想要知道 福德社區有關的資訊 是不是可以揭露給我們 第一 我們社區 這邊做了這樣的 這樣做這樣的一個 規劃了以後 社區 我們福德社區 可以運用到的資源 有哪一些 那樓地板面積又是多少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了非常多次 可是我一直都不是沒有看到什麼資料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我漏了看 或者是怎麼樣 也許是我漏了看 希望是如此 我希望知道 我們到底有哪一些 除了公仔 是我們科匹市長的這個 競選的這個證件支票以外 對我們到底有些什麼 什麼的好處吧 所以我想 圖書館應該是要有的吧 那圖書館它的樓地板面積又是多大呢 我們應該要有里民活動中心吧 我們的里民活動中心 這三個里民活動中心都不像個樣子 就是一個公寓的一個辦公室 就是里長辦公室而已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就叫做里民活動中心了 那所以我想知道 除了圖書館還有里民活動中心 還有什麼是我們這個福德社區的居民 是可以去進去可以用的地方 然後呢我想知道 既然我們標榜公這個 我看到那個大人里的里長有一張 在1月10號開工動土的那天 有一張海報 A4的海報 上面說公宅戶數減半 是不是 那我想知道說 請問戶數減半了 那公宅外來人口 是有多少減為多少呢 人數有減半嗎 因為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們大人里里長說 要進來整個里的一萬多個人 那等於是要再進來一個里的人口 所以我想知道 既然公宅數目減半了 那我們進來的人口 有減少多少嗎 這個數據我好像沒有聽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然後 那這個建築設計的樓地板面積 度數減半 度數減半 樓地板面積也應該要有一點變化吧 那又是多少變成多少呢 這個數據我好像也沒有印象 可能我年紀大了 有點失智了 也許聽了又忘了 您是不是可以請 這個長官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這兩個數據 因為這個是大人里里長那天開工的時候 非常他的政績啊 從減半 非常的振奮人心啊 好 那我們看社福機構的人口 規劃上是有多少 這是沒有變化的 那規這個這個到底是有多少人呢 所以我們要把它加起來 加到這個工宅的人口 我們就知道這邊固定的人口數是有多少 然後呢 除了這個固定在這邊的人口 那社福機構的人口 當然不是只有進來的社福 還有工作人員嘛 還有行政人員什麼 管理人員 所以加起來應該多少人 那活動人口 例如行政中心就是進進出出的人口 還有派出所 還有商店區的人口 這些人口加起來 大家看多少 因為我知道我想啊 一個建築師 這邊有建築師在嗎 建築師在 建築師在做這個的話也是有這樣的 好 好 那我快 那就是我需要知道這個數據 我不需要告訴你為什麼我需要了吧 那還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這些人口如何安排 這麼多人怎麼樣安排避難呢 好 是不是有怎麼樣的規劃 好 還有交通 這麼多人 然後 活動人口跟故地人口 交通監封時刻 是怎麼算呢 有多少人 還有這個 泥峰的時候 這個交通 能量怎麼樣計算 我想知道 好 下一張 最後一張了 你高興了 最後一張 我們那邊有一個假工作室的銅像 這個是明雕科家楊英峰先生的藝術品 我很想知道政府部門文化局今天可能沒來 我想知道這個我們的開發單位 都發局對這個藝術品是有怎麼樣的規劃 好 我就發 我的發言到這 謝謝 謝謝佳奮女老師發言 那今天有同學員到現場來指導 那我們請同學員先發聊 不用不用不用 新年發言